第47题 右图为某金属X燃烧深层氧化物XO的质量关系图 在密闭的真空容器中放入30公克的金属X和16公克的氧气 点火使金属燃烧最多可深层XO多少公克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X加上我们的氧气会变成XO 这个方程式并没有平衡 不过对我们的计算而言并不产生影响 那么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我们现在有3公克的X会产生5公克的XO 表示我们就需要2公克的氧气 而我现在给了30公克的金属X 如果完全反应的话就需要20公克的O2 会产生50公克的XO 但是我们的氧气并没有20公克 所以这样就表示我们并不会完全用掉了30公克的X 那么我们现在是有16公克的X 这边是8倍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8倍 所以我们就需要24公克的X 那我们有30公克的X 所以我们是足够提供24公克X的 那么所以这里的生成物也是要8倍就40 所以我们就表示我们会完全反应掉16公克的O2 那么产生40公克的XO 因此第47题问我们说 最多可生成XO多少公克 我们答案选的是B 40公克 好 好